大家好我是豪謝 WARFREM版本32.3 Citrine的遺願已經發布了 那這次更新算是小更新 各位的肝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這部影片主要整理給平常比較沒有時間玩遊戲的大大 一個快速進入狀況的影片 在影片開始之前還是懇請各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訂閱一下 或者使用濾界科技的贊助來支持我這個藝人團隊 那我們就開始吧 Citrine的遺願主要更新大綱如下 戰甲Citrine 蟹彈槍奇葩 巨聯揮法 這三個東西都可以在火星的鏡像防禦節點取得 那講到這個就必須先說一下鏡像防禦到底在做什麼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當成一種虛空紅潮跟多點防禦模式 但跟一般常見的防禦不同的是 鏡像防禦並不要求你把當前波速的敵人殺光 並進行下一輪 而是在2分30秒內守住目標 所以只要你有能力守住目標 你其實可以不需要殺人 那最常見的就是一個Cora掛王子 基本上就已經非常足夠能應付這個關卡裡面會出現的敵人了 那真的有必要的話也可以預先講好說有人防守有人負責撿東西 那撿東西的部分也跟紅潮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這些水晶碎片出現的時候會有聲音 所以玩家可以聽音變位取得水晶 相比那些雜亂無章隨機出現的虛空牙膏還要好辨認 同時一次出現的數量也不會太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模式其實重點應該在撿碎片 防守則會變成一種保底 你一樣可以懶惰的躺在原地等2分半鐘 或者勤勞一點去撿碎片 在一般模式下撿完一輪是5個 防守完成一輪是10個 這些拿到的碎片可以在火焰2找Otech 換取這次更新的武器藍圖 部件與賦能等 同時這些武器 藍圖 賦能也在鏡像防禦的輪次獎勵中也會出現 所以我不得不說 雖然這只是看似懶人的1加1縫合任務 但其實應該算是新團隊上任以來的得正之一了 同時我個人覺得這比單純的殺人還要不無聊一點點 雖然有一點點疲勞啦 新鮮按槍奇葩的特性是射程短 但擊中敵人時會穿透並繼續向前 如果在一條直線的防禦路線上是個不錯的選擇 缺點就是傷害偏低 基本上他該有的數值都有就是沒傷害而已 新的巨聯的特色則是在重擊的時候 會變成類似槍刃的射擊模式 不過我個人認為這個射擊範圍 比以往的槍刃還要大很多 但如果沒有加裝重擊攻擊速度相關的MOD的話 這個切換速度真的是有點難過喔 那如果搭配Citrine的話 則可以很正常的速度來使用他 所以我目前並不把這個效果當加分 而算是非Citrine戰甲使用時的簡易效果 我自己應該會傾向使用純重擊流派 一方面重擊流的一級必殺 加上病核之解 可以讓重擊的速度逼近正常發揮 當然他的純重擊沒有辦法 跟過往的鬼招封刃相比 所以還是會小小難過一下 不過這把上鋼刃就不算太理想 只能算堪用而已 當然我相信高手還是在民間 所以有任何人研發出各種神奇的玩法 也都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新戰甲Citrine目前看起來是一隻偏輔助類的戰甲 被動技能是自動回血 1技可以增加生命或能量球的掉落機率 2技可以幫自己跟隊友上傷害減免效果 3技算是範圍內增加純元素傷害 4技則是讓敵人增加被暴擊的機率 雖然是很簡單明瞭的輔助戰甲 但4技因為施放時間過長 如果常用這個技能的話 放一張天賦會更好一點點 那你在玩這隻戰甲的時候 回血效率跟2技的傷害減免 也都會隨時顯示在螢幕的右下角 算是在UI上一個很貼心的舉動 不過說實在這個水晶音效聽久了 我其實有點刺耳 會希望能夠降低這個戰甲的音效 不然現在不但眼睛要瞎了 耳朵也要聾了 這次更新的新東西定位 我認為都應該算是偏 初期到中期玩家使用 畢竟火雷2現在對新手玩家來說並不遙遠 火星的難度也不至於到太高 個人會希望新的寶擊機制的關卡 也能繼續出現在以後的新東西上面 以上是為各位簡單哲理的更新快速入門影片 那這影片結束前 別忘了可以訂閱本頻道 跟使用濾界科技來支持我這個藝人團隊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要這麼結束了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